因为金融危机 西渡所在的学校基建部被撤销了 身为电台主持人的妈妈也严厉地要求西渡 不要想着当什么运动员 应该将精力放在学习身上 跟妈妈大吵一架的西渡非常生气 刚出门正好看见逸臣扔报纸的时候 将雕塑打坏了 西渡瞬间找到了发泄源 他指责逸臣破坏了雕像尿尿的权利 逸臣反驳说 这个雕像原本就是坏的 否则怎么会因为一封报纸就变成了太监 但在气头上的西渡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发泄完自己转身就离开了 只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逸臣 逸臣原本是个富二代 因为经济危机家里破产了 他只能搬来了这个破旧的小区 为了供弟弟上学 他还找了很多份兼职 每天不是在送报纸 就是在漫画店兼职 这天西渡来归还漫画的时候 才发现兼职的竟然就是那天跟自己吵架的男生 逸臣检查了漫画 发现上面居然有一坨鼻屎 他问这是不是西渡干的 西渡又生气又尴尬 当然是满口否认 为了转移话题 西渡就说起了一辰应该赔偿雕塑 一辰只能拿出西渡最喜欢的漫画来作为交换 西渡这才露出了校园 两人也算不打不相识 为了能继续完成自己的基建梦 西渡找到了隔壁学校的教练 进门就跪了下来 希望教练能够收下自己 校练就让他先转学过来 西渡为了转学可谓是煞费补心 他故意撞到了学校的校团 想让校霸做自己的对 这样就可以因为产生纷争而被强制转学 结果校霸只是关心他身为运动人 可千万不能受伤 西渡非常无语 但很快西渡又在厕所里 校霸即将带人打群架 西渡就一路悄悄跟着众人 看着双方即将开战 西渡提前报了警 想让警察将自己也抓进去 这样就有了转学的理由 西渡正想加入混战的时候 却看到校霸被欺负 西渡拿起自己的雨伞当剑 轻轻松松就击退了小混混 这时警察来了 众人做鸟兽撞散去 只有西渡一脸兴奋地留在园堂 主动告诉警察自己也参与了群架 没想到警察根本顾不上他 就去追逃跑的人了 西渡这才知道 原来只有逃跑才会被抓 他后悔地在地上打鼓 又林放学后下棋 正在苦恼的时候 一百余伞从天而降 天台上还有一个女生在大喊 说伞是送给他来 因为他是又林的粉丝 又林没有看到我 只能冲着天台到一声感谢 西渡看又林收下了自己的伞 非常高兴 他之所以要转来又林所在的学校 一是因为自己学校的基建部被撤销 二是因为又林是他的偶像 他想跟偶像共同学习近乱 为了能够转学 西渡又想出了下一个办法 他穿上妈妈的衣服 特意画上农装来到酒吧 想着自己以魏成年的身份被带 就可以强制转学了 但他却在包间里遇到了一辰 跟一辰在一起的年轻人上来 就调戏了西渡 一辰帮他挡了酒 听着其他人的嘲讽 一辰起身想离开 却被其中一个人拦住 还威胁说要报警 举报西渡还是魏成年 西渡听到他的话非常高兴 还想让一辰不要多管闲事 结果下一秒 一辰就摘下手表 敲响了酒吧的火在报警前 顿时整个酒吧都乱作一团 趁着混乱一辰将西渡顺利地带了出来 出来后的西渡却很温馈 他就是故意想让人发现自己魏成年生 但现在一辰多管闲事 破坏了他的好事 在得知西渡是为了强制转学 一辰就提醒他 这样做并不安全 很有可能会毁掉他以后的人生 随后他也鼓励西渡不要放弃自己的幻想 只是要选对合适的方法 但第二天西渡妈就知道了 一年去酒吧的事情 西渡妈非常生气 谢愤思地撕碎了西渡的漫画书 西渡忍不住跟母亲争辩 每次比赛失礼 她都没有得到过母亲的安慰 只有漫画书能够陪在她的身边 母女俩大吵了架 不欢而散 西渡想要修复漫画书 但怎么也不不好 她只能趁着夜色悄悄将漫画书归火 结果还是被一辰给带到了 一辰看着她装订好的漫画书 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里面有西渡自己画上去的内容 第二天西渡再次找到杨教练拜师 还拿出了自己的奢侈品作用 但第二关的参与力 西渡无论如何也猜不对 东西都败光了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但杨教练最后却同意收下来 因为西渡妈提前就找到了教练 他们两人是多年前的好友 因为曾经的一些误会而分到杨镳 一辰照例来送报纸了 西渡只要一看到报纸就知道是一辰了 她赶紧冲着路上大喊 她终于可以继续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听到她的话 一辰停下了脚步 她悄悄祝贺了西渡 妈妈带着西渡办理转学手续 因西渡妈是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所以受到了学校中老师的拥抱 西渡不喜欢这么热闹的场景 就悄悄溜了出去 她刚来到新的班级 校草就找到了她 告诉西渡自己喜欢基建部的幼影 希望西渡能帮忙搓好 没想到西渡却不服气地说 她比校草更喜欢幼灵 说着说着还露出了花痴的笑容 因为很快就能见到自己的偶像 西渡高兴地在操场里大喊大叫 第二天她就如愿在基建部 看到了缓缓走的偶像 感觉偶像浑身都散发着光芒 看着西渡这吃汗的样子 幼灵也莫名其妙 来到更衣室 西渡直接告诉幼灵自己是她的粉丝 她也想成为幼灵这样厉害的选手 没想到幼灵却冷着脸嘲讽西渡 这些年她见过太多 因为自身的原因来到这个公园 但都没有坚持几天就离开 她以为西渡也是那种 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的人 听着偶像对自己的嘲讽 西渡心里感觉偶像的光环 好像在破灭 逸臣的弟弟在家里破产后 就住在了幼灵家 她经常受到同灵人的欺负 逸臣一有空就会来安慰弟弟 告诉弟弟自己会努力工作 早点将弟弟接到自己的身边 随后逸臣就来到了幼灵家的小吃点 在她家还没有破产的时候 一直都在资助幼灵 幼灵妈看到逸臣来了非常高兴 他们家一直都很感激逸臣 得知逸臣家破产 幼灵妈也非常伤心 知道逸臣不能再继续资助幼灵 逸臣幼灵妈也不生气 她很感谢逸臣 让自己的女儿有机会去接触集结 甚至拿到了金牌 晚上逸臣找到了幼灵 但幼灵看见她却转身就走 幼灵还在生气 因为逸臣没有将破产的事情告诉她 她生气逸臣面对困境却不愿意轻松 而站在远处的西渡 正好看见了两人谈话点 她问逸臣是怎么和幼灵认识 幼灵拿到金牌的时候都没有哭 现在却哭了 她很好奇幼灵和逸臣的关系 但心情低落的逸臣却一言不合 西渡虽然来到了这个新学习 能跟自己的偶像幼灵亲密接触 但她发现幼灵对待其他同学 总是洋溢着笑容 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却老对 在这样区别对待之下 西渡的心情很糟糕 她只能回家跟自己的网友 糯米糕分享这件事 糯米糕的陪伴 让西渡低落的情绪有一丝丝好着 糯米糕提出想要跟西渡见面 而另一点 叶成刚关掉电脑 就开始挑选衣服 她在准备明天的面试 第二天西渡这急忙慌地想要去上厕所 但却发现门口贴着一道铁 她没想到上个厕所还需要警惕 正急得不行的时候 遇到了一身正中的逸臣 逸臣告诉了她答案 还劝说西渡这种体育生 也是需要脑袋的 她的话不由得让西渡想起了幼灵 她觉得两人难怪能成为朋友 嘴巴都一样嘴 随后西渡就要正式和幼灵比赛 但两个人的比分却拉得很紧 这不由得让幼灵想起了小时候的早点 其实很早之前 两人就一起比过赛 那时候西渡轻松地就羁败了她 让骄傲的幼灵一时间无法接受 赛后西渡还想拉幼灵起来 但幼灵却直接站了起来 从那天起 她就觉得西渡是自己无法超越的存在 现在再次面对西渡 幼灵的心里再次升起了那个小孩 她最终输给了西渡 教练问西渡是什么感想 西渡说这只是一场练习赛 她也并不觉得自己这场比赛赢了幼灵 就证明自己比幼灵厉害 教练看幼灵失落的样子 就告诉幼灵 这是赛场上的常识 要接受失败 教练又问西渡有没有研究过幼灵这个地势 西渡诚实地说 她非常喜欢幼灵 对幼灵的喜好两无之掌 最后教练又告诉幼灵 她之所以会输掉的原因 不是因为技步未来 而是因为她对西渡不过了解 所以才发挥不好 在休息室里 西渡再次找到幼灵 她告诉幼灵 自己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幼灵比赛 幼灵反问西渡为什么会喜欢自己 西渡罗列了幼灵很多优点 但幼灵依旧不吃西渡这一套 反而让西渡承认她比自己差 这样才能证明她喜欢自己 西渡听了幼灵的话也没有生气 反而让幼灵注意好自己的脚踝 西渡早就注意到幼灵的脚踝受过伤 校草也是毫不掩饰地追求幼灵 还跟幼灵握手是好 幼灵表面上在坚强 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女孩 被学校的风云人物当众了 幼灵还是忍不住有些羞涩 闲得无聊的西渡来到广播室 找到了班长 她在广播室的磁带里 看到了一成的名字 班长说一成曾经也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 不仅长得帅学习好 还是个富二代 曾经一成的入学礼物是一样好车 得到了多少人的羡慕 但因为金融危机 一成家破产 一成只能去布 但为了养活自己的弟弟 一成又不得不退路 他没有学历 找不到什么有前途的正式工作 只能到处去做兼职 西渡从漫画店老板这里要来的一成的地址 他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一成被追债了 一成偿还不起 只能愧疚地给债主们道歉 西渡给一成买了一杯饮料 两人坐在街边的小店里聊天 西渡说一成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 一成对他的口无遮拦口不难 随后西渡带着一成来到了学校里 他翻着水龙桶 然后拧开开关 水就像喷泉一样有过去 一成带着西渡玩了水 看着他开心的笑容 好像自己也回到了18岁未来 分开的时候 西渡鼓励一成要勇敢面对生活 一成看着西渡灿烂的笑容 刚刚被追债的阴霾也随之散去 这天班长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家里新来的租客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一成 第一次接触前辈 班长紧张得不行 上课的时候又临于忘了带课本 被老师罚站 同样没带课本的西渡 正准备起身去陪又临 一本书却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原来是校草为了能跟又临同单共同 将自己的书给了西渡 最后他心满意足地跟又临享受起二人时光 校草可爱憨直的样子让又临露出了笑容 但蹲了一躲 又临就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脚 校草这才注意到又临的脚受伤了 于是校草就去请求老师 让他们站着受伤 又临感动于他的贴心 开始放下身段跟校草交谈 他问校草为什么也忘记了带课 校草毫不掩饰地说 他就是为了能跟又临一起班长 班长给西渡传指教 约他中午一起吃饭 两人来到了又临家的小吃点 西渡说自己每周六都会过来吃一次饭 就是为了能看自己的偶像语 班长却将一辰成为他家做客的事情告诉了西渡 还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前辈相处 西渡笑着安慰班长不要太担心 因为他知道一辰是个很随性的人 另一边一辰带着弟弟吃饭 弟弟却也遇上了小孩在学校欺负他们 一辰看到了这一面 直接走到众人面前 一把扯下了他们的名单 警告他们 如果弟弟在受欺负 自己一定会找上门去 西渡和又临训练的时候 听说漫画书更新了 那可是最受欢迎的少女 又临直接就冲出了学校 第一时间赶到了书店 但没想到已经被买光了 他想到一辰在漫画店兼职 就想去找一辰帮忙 但西渡已经提前来到了漫画店 一辰也告诉他 漫画书卖光了 但西渡却发现书架上还剩下了 他正在质问一辰的时候 又临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一辰只能面对两个人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西渡 因为西渡是店里的老护人 听到他的解释 又临还是难掩失误 事后又临希望一辰不要再跟西渡接触 他讨厌西渡 希望一辰站在自己这边 毕竟一辰是他的初恋 听到他的话 一辰却直言说 又临喜欢的不是他 而是他的那辆跑车 他清楚地记得 又临是在自己拥有跑车之后 才对自己态度转变的 听到他这么直白的话 又临也没有反复 而西渡却还在家里 开心地看着闹花 结果他就接到教练的电话 原来教练让西渡也去参加选择赛 西渡听到这个消息 感觉压力山大 他忍不住来找一辰 刚到巷子里 就听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 在打探一辰的下落 他还以为是追债的 赶紧去书店给一辰通风告信 让一辰躲了起来 男人没有在书店看到一辰 只能失落地离开了 西渡将自己能参加 国家队选拔赛的事情 告诉了一辰 一辰祝贺了他 但回家的时候 却看到了门上的变迁 一辰立马匆匆地跑了 变迁到了地上 西渡捡起来一看才知道 刚刚来找一辰的男人 正是一辰的亲生父亲 一辰赶紧去找爸爸 但爸爸已经上了车 一辰还是不放弃 直接上去追车 大巴停了下来 父子俩久违地见面了 一辰伤心地抱着爸爸 他向爸爸承诺 自己一定会努力工作 早点让一家人团聚 一辰回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在路上狂奔的西渡 西渡跑得汗流加倍 他非常愧疚 以为是自己害得一辰 没能见到爸爸 一辰赶紧解释说 自己已经和爸爸见过面了 西渡这才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的时候 西渡才注意到 自己的拖鞋已经跑了 正苦恼怎么回家呢 一辰就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绑在两人的脚上 套着两人三足一起回了家 想起自己今天奇妙的经历 西渡开心地分享给了文明 第二天西渡找到了杨教练 希望教练能给自己加训 得知这件事的幼灵也有多危机 他在放学后还留下了训练 却被前辈发现了 前辈斥责了幼灵 西渡看不下去就挡在了幼灵面前 前辈看西渡居然敢怼装自己 更加生气了 让两人要擦完整个训练室的地板 才能有 幼灵也指责了西渡 觉得他的自作主张 让两人受得反而更懂 西渡也不是世子面 他说今天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 让幼灵留下来擦地板 自己直接离开 走在路上 西渡想起自己之前 为幼灵做的傻事 不由地感叹当时的自己 太幼稚可笑了 西渡来漫画店归还漫画 一辰看出他有心事 西渡就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了一辰 他希望能从一辰嘴里 听到幼灵做错的这句话 但一辰却一脸没拿的样子 西渡不由地更加上心 他一直都将一辰当作朋友 但没想到一辰这次 却不站在他这边 情绪低落的西渡回家后 又习惯性地将自己遇到的事情 分享给了网友 网友第一时间表明 自己是站在西渡这边的 西渡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一直跟他聊天的网友 竟然就是幼灵 第二天出门的西渡 注意到一辰给自己 缝滥了新的特色 但他的怒气还没有消 直接视而不见 来到学校西渡也对幼灵看都不太好 但杨教练却说西渡基建的时候 身子太僵硬了 让他去学习舞蹈 西渡只能求助于 走在潮流前端的校草 校草将西渡带到了 他和班长的内衣基地 他告诉西渡自己可以教他跳舞 但西渡要帮他每天 给幼灵送女样 西渡只能忍辱负重 答应了教草的要求 随后西渡又被教练叫到了办公室 教练那天看到了 独自擦地板的幼灵 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告诉西渡 西渡之所以技术还没有进步 就是因为不懂的策略 做事只评蛮劲 西渡请教练指导 教练却却让他自己回去思考 晚上西渡穿着一辰送的拖鞋 在巷子里面 一辰被他滑稽的舞姿给动笑 西渡就问他在笑什么 一辰喝得醉醺醺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现 但一看到西渡 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西渡注意到他身上的酒气 知道他面试又失败了 就跟他讲人生大道理 安慰他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但一辰已经不知不觉间 靠着墙睡着 西渡体贴地给他披上了台 还留下了一张纸牌 上面写着面试围图 不要扔我 没想到邻居们看到牌子 都得知了一层面是失败的事情 纷纷向他投来了怜悯的感情 为了信守莫言 西渡真的给幼灵送来了一遍 但他却在幼灵的柜子里 看到了自己送幼灵的柜子 西渡生气地关上了柜子 这边前辈还在为难幼灵 西渡却推轮走了进来 气势汹汹的样子 让大家以为他是来闹事 没想到西渡走到前辈面前 直接一个90度鞠躬 向前辈到了前 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单独在夜间训练 而是要求前辈和他们一起训练 说完就死死地抱住前辈的大怒 前辈也被西渡缠得没有办法 西渡也终于领略了教练所说的策略 幼灵拿着小菜去送给艺辰 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孝草 孝草站起身来要让步 幼灵正想拒绝的时候 才发现孝草其实是给老奶奶让步 而西渡这边也被之前打伤的小混混找伤了 一行人正在街上你追我赶的时候 艺辰开着跑车出现了 但他却不开车门 非要西渡先给自己道歉 西渡眼看小混混们就要追到了 直接跳上了艺辰的车 艺辰带着西渡瞬间就甩抬了小混混 这十天却下起了 车子的敞篷打不开了 西渡表示这样挺好的 他很喜欢下雨天 两人就这样坐在车里淋着雨 看着西渡脸上的笑容 艺辰好像也被治愈了 幼灵下了车才发现 孝草的目的地跟他是一样的 两人都停在了班长家门口 也被迫地淋了一场雨 幼灵看见西渡从艺辰的车上下来 心里有一些不是滋味 这时班长也感觉 五个人刚在门口交谈的时候 就听到屋里传来一声尖叫 原来是泥丘跑了出来 五个人齐心合力一起上阵 幼灵和西渡配合得很好 但一抬头看到对方的脸 两个人都收敛出了笑容 这时幼灵好奇地问孝草 他跟班长是什么关系 孝草连忙向他保证 说自己跟班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人 幼灵这才放下了心 艺辰却很难问 为什么叫草要向幼灵保证 孝草反问幼灵跟艺辰是什么关系 幼灵就解释说 他和艺辰的关系 就跟孝草和班长的关系 孝草听后也放下了心 这时西渡却问孝草 为什么不好奇他跟艺辰的关系 结果孝草直接说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这天西渡再次按照约定给幼灵送的药 却也正好被幼灵给带住 幼灵生气地指责了西渡 他觉得西渡这种做法让他毛骨索 还让西渡不要再喜欢他 西渡甚至来不及解释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西渡跟着孝草学舞蹈 进步很大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幼灵基建的时候 看起来那么优雅 西渡一边感谢了孝草对自己的教导 一边告诉他送饮料的事情 被幼灵发现了 希望孝草能帮自己澄清 孝草就找到了幼灵 告诉幼灵饮料是他送的 西渡只是帮忙而已 听到他的话 幼灵果然有些惨恐 他想起昨天自己因为这件事 还对西渡耍小星子 不由得有一些后悟 孝草却说 他觉得西渡幼灵耍小星子的样子 也一定很可爱 听着他的话 幼灵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教练打算和西渡练练手 西渡很快就惨败在了教练手下 教练直接指出西渡失败的原因 是西渡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输 所以才没有任何困难的输掉 他让西渡克服自己的心理阴谋 西渡诚恳地听了教练的指导 也感谢了教练这段时间对他的教练 正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 一辰悄悄赶开 还给西渡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香蕉能力 听着一辰对基建的好奇 西渡就给一辰找来了一套男士基建 一辰看着西渡认真的样子 忍不住有些分身 西渡提出要和一辰比一场 一辰就提出胜出的一方可以许个人 比赛开始了 一辰作为业余的一方 当然打破专业的 但他却告诉西渡漫画要重新看在他 果然转移了西渡的注目 一辰就趁机拿下了比赛 西渡正生气 看到一辰坐在地上笑容灿烂的样子 立马就被一辰帅气的脸庞展开为重要 一辰告诉西渡 西渡一直都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 每当他伤心失落的时候 看到西渡的笑容 就会重新燃起日生活的信心 听着他的话 西渡的脸庞悄悄红 一辰却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得知追债的人在校门口堵到了弟弟 让弟弟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如 一辰赶紧赶过去 西渡这边的选拔赛却正式开始了 西渡不再像以前那么满壮冲动 他也学会了用计刺 陈卓冷静地打败了对方 西渡拿下了选拔赛 开心地扑到教练怀里庆船 事后西渡第一时间就想打电话给一辰 分享这个消息 但他这才发现自己好像根本不知道一辰的电话 又林也恭喜西渡拿下了选拔赛 朝着他国家选手的目标又进一步 西渡第一次听到又林的主动搭讪 也非常兴奋 但他告诉又林 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成为国家代表 而只是成为又林的对手 随后西渡充充地跑到书店 想跟一辰分享好消息 结果书店老板却告诉西渡一辰已经辞职了 西渡跑到一辰租住的家里 这里也已经空无夜人了 几人聚在一起到处寻找一辰 都没有找到 西渡就恳请又林将一辰的电话号码告诉他 又林爽快地给了他号码 还让西渡联系上一辰就告诉他一声 西渡伤心地回到了家 看到一辰送给他的键 心中就相信一辰绝对不是那种不辞而别的人 一辰此时已经带着弟弟坐上了回家的车 原来白天他在警局将弟弟带出来后 就直接扔掉了两人的手机 他告诉弟弟 自己一定不会再让弟弟经历白天那种事情 一辰带着弟弟回了顾部家 在这里见到了妈妈 妈妈看到两个儿子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一辰已经努力了 但他还是不能带给弟弟幸福 只能选择了头 西渡马上就要进选手村了 为此他来找班长借走了一辰的词带 他想在选手村里听到一辰的声音 就好像一辰给自己加油口径儿的 班长问他为什么不生气一辰的词语 西渡却说他相信一辰 西渡终于登上了电视 但他却发了一张搞笑的照片的电视台 妈妈看到后非常生气 就带西渡拍了新的照片 她觉得女儿用那种搞坏的照片 会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 西渡也没想到自己都已经成为了佛家代理 也得不到妈妈的一声祝福 反而掩埋了一顿嘴腕 妈妈却告诉西渡 他要做的不是恭喜西渡 而是要让西渡受到别人的恭喜 西渡正式来选手村报道 被分配到成为幼灵的事 幼灵进来后就告诉了西渡选手村的作息 还警告西渡自己睡眠很紧 让西渡不要打呼入手 结果晚上幼灵自己就打起来 西渡被他吵得睡不着 只能听着一辰的磁带入手 而另一点 一辰为了活下去 找到了一番卖鱼的工作 虽然两人不在一起 但是还会通过电话沟通 西渡说他会努力 让自己成为一辰的动力 一辰听到他的话陷入了沉思 幼灵回到学校的时候 就看到校门口挂着横幅 祝贺西渡成为国家代表 而这时 校草提着一框篮球一面走 幼灵正想跟他打招呼 但校草却直接走了过去 也都没有理他 幼灵问他这是做什么 校草回答说 他想让幼灵也体会一下 被人无视的感觉 幼灵这才想起他之前为了找一辰 而忽视了校草 于是幼灵就主动提出 帮校草一起台篮球 为了打消校草对他和一辰的怀念 幼灵就告诉校草 因为他家境贫寒 支付不起基建的费用 是一辰家资助了他 才让他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 毕竟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校草听后也没有嘲笑他 还跟幼灵分享了很多 自己说不出口的秘密 说完他就笑着告诉幼灵 这下两人扯平了 时间一晃就过了三个月 西渡每天都在努力训练 为此得了感冒 没想到不仅没有得到教练的关心 教练还叮嘱他说 不能把感冒传染给幼灵 西渡听到后有些伤心 而这边的逸晨也过得不开心 因为他发现弟弟会假装不认识他 等弟弟放学回来 逸晨直接质问弟弟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丢人 是不是只有开跑车的故人 才能得到弟弟的承认 弟弟说自己只是害怕家里破产 被同学发现 会受到同学的欺负 逸晨却不相信这是弟弟的真心话 弟弟着急了 也直言说 他想要的是以前那个要眼的 令人羡慕的哥哥 而不是现在这个年纪轻轻 就窝在这里卖人的哥哥 逸晨听到弟弟的话后非常伤心 他辛辛苦苦工作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弟弟 他也是为了弟弟才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来到了这里 弟弟对他的话很不服气 反驳哥哥说 离开首尔回到这里 都是哥哥的决定 自己也因此失去了曾经的朋友 听到弟弟的话 逸晨终于沉默了 逸晨和舅舅喝酒谈心 他说弟弟说的好像是真的 他不是为了弟弟才搬来这里 而是因为他不断地面试失败 他觉得看不到希望 所以才选择了逃离 还拿弟弟做借口 他觉得这样的自己真是太卑鄙 随后逸晨又来到了电话亭 一遍听一遍地听熟度给自己的留言 他离自己的那树光已经太遥远了 逸晨在电视上看到了西渡领角的画面 看着那个笑容灿烂闪闪发光的女孩 逸晨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再次拧开了水龙头 看着水喷洒出来的样子 开始怀念起自己和西渡在一起的时光 而另一边的西渡也拧开了水龙头 看来两人依旧心有灵犀 看着纷纷洒落的出血 两人的心仿佛在这一刻走到了一起 逸晨甚至幻想西渡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 他拉着西渡一起在雪下跟跑 随后逸晨将今天的幻想告诉了西渡 他还向西渡承诺自己会在新漫画上架之前回到时候 他让西渡等了他 听到他的话 西渡的眼睛鼻子都很热 悄悄落下了眼泪 在走之前 逸晨带着妈妈来网吧和爸爸视频 夫妻俩终于见面了 都倾诉着对对方的思念 跟爸爸视频之后 妈妈的心情明显变好了 母子俩来到海边散步 妈妈告诉逸晨 她从来不后悔跟逸晨的爸爸来一起 虽然他们家破产了 但她依旧深爱着丈夫 她希望逸晨以后也会找到这样的爱人 能让彼此互相敬余 逸晨受到妈妈的鼓舞 她告诉妈妈 自己想要重新回到首尔 重新面对生活 坐在回首尔的车上 逸晨在包里看到了弟弟写了道歉行 弟弟还告诉逸晨 她希望哥哥能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她也会为哥哥感到骄傲 回到首尔的逸晨 成为了一名实习记者 她为了跑新闻拼进去 没有抢到电话题 她就到橙楼店借用电话 在正式连线之前 她还跟小狗们千丁万主 待会千万不能发出叫声 还好这些小狗非常懂事 直到逸晨完成了报道 小狗们才开始叫起来 走在路上 逸晨突然发现漫画店要出新康了 她想起自己之前和西渡的承诺 忍不住有些惆怅 飞机上 有人认出了拿了铜牌的西渡 让西渡有些害羞 西渡和幼灵回到学校参加考试 校草直接坐到幼灵的面前 祝贺她夺得的金牌 她知道幼灵忙于训练 没时间学习 还退一交给了幼灵自己的独家秘诀 不会做的提同同学次 这样的概率比较大 结果成绩下来 认真做题的校草只有9分 而听她教导的幼灵却得了30分 真是气死个人 西渡约幼灵一起回选手村 却直接被幼灵给拒绝了 这时校草注意到了 西渡背的包包式大牌子 而听到他们对话的幼灵 却十分不好的色 因为她的包已经摸过 不知道用了多少人 训练赛的时候 状态不好的幼灵一直输给西渡 教练就在楼梯间里训斥幼灵 这次比赛必须拿到金牌 不能输给西渡 门后的西渡听到了教练的话 心情非常复杂 幼灵回到寝室的时候 西渡说她之所以会输给自己 是因为幼灵不了解她 她觉得幼灵不肯主动了解自己 是不把自己当作对手 不够尊重自己 而她却了解了幼灵的所有 所以才能够打败幼灵 她还告诉幼灵 那把雨伞就是自己送的 幼灵此时已经红了眼光 她指责西渡 为什么不好好的当一个粉丝 而要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还打乱了她的生活 两人说着说着就扭打在了一起 这边社长找到一辰谈话 她认为一辰作为学历最低的记者 运气应该是最好的 于是就带着一辰去抽签 抽签将决定参加电视台 报道亚运会的党项目 没想到一辰却抽中了 人气最低的基建项目 看着社长抓狂的样子 一辰赶紧保证自己会拼进全面 让基建的报道获得收视率低 西渡妈找到了杨教练 希望杨教练来担任此次基建赛事的技术 杨教练都那么忙 当初西渡妈报道了她受贿的事情 导致她被国家队除名 现在却又来拜托她帮忙 没想到西渡妈却并不认为自己做错 虽然两人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在新闻面前 西渡妈坚决守护自己的名字 不会因为朋友关系就刻意并回 逸臣跟着同事们来报道此次游行活动 在天台拍摄全景的时候 逸臣却突然看到了人群中的西渡 她下楼寻找西渡 混乱中准备送给西渡的漫画书也被撞倒在地 还好西渡也看到了逸臣 两人终于见面了 西渡还捡到了那本漫画书 看到现在的逸臣已经当上了记者 西渡也不由地为她高兴 约逸臣一起吃饭 还说要介绍一个人给逸臣认识 没想到西渡给逸臣介绍的正是自己的男友 这是两人交往的第三天 不仅换上了情侣手机客 还互相称呼对方为甜甜和蜜蜜 看着对方亲密的样子 逸臣不仅不吃醋 还觉得这是小孩子不家家 但男友离开之后 西渡却诚实地告诉逸臣 刚刚她看到逸臣的那一瞬间 好像心动了一下 逸臣告诉西渡 都是因为她自己才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西渡听到她的话非常高兴 西渡也诚实地告诉逸臣 自己之所以要谈这场恋爱 是因为她看了很多少女孩 一直都很渴望漫画里面浪漫的爱情 逸臣却笑的 她知道西渡这次的爱情并不长久 因为此时的西渡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爱情 亚运会上 西渡将在决赛上和又林一局胜负 两人面对面的时候火光四舌 互相撂下狠话 西渡说她会让又林看看粉丝的力量 让又林承认自己的优秀 而又林说自己是西渡永远都一会儿的大神 虽然撂下了狠话 但有人冲过来的时候 西渡还是要下意识地将又林打扣了起来 训练的时候 西渡却发现一辰送她的剑子架 但现在距离比赛只剩三个小时 西渡非常焦急 决定要将剑转回来 得知拿错的剑带已经上了火车 西渡不管不顾买票哨的车 虽然拿回来了剑 但返程的时候手机却没电关机了 火车也严落了 一辰得知消息后 立即赶往火车站接西渡 看西渡紧张的样子 一辰就安慰她 自己一定会让西渡暗示底达 有了一辰的安慰 西渡这才冷静下来 车上西渡好奇地问一辰 这次决赛她会给谁加油 没想到一辰说她会给又林加油 因为西渡已经有男友的加油 但西渡却委屈地说 她已经和男友分手 因为她想体验一下分手 会不会像歌词里写得那么伤心 结果她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伤心 一辰就告诉她 只有真正的谈恋爱分手才会悲伤 在她看来 西渡的谈恋爱和分手 都只是小孩子和家家 西渡想起了自己以往每个难过的瞬间 好像都是因为一辰 两人准时赶到了赛场 西渡和又林的比赛正式开始 赛场上西渡已经零 三落后 中场休息的时候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起步下 她才喜欢上了基建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都是父亲的鼓励 让她重新振折起来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西渡的技术就再也没有了精力 但现在她重新燃起了斗志 很快就追平了部分 终于一分之差拿下了比赛 场上所有人都为她帮补 而西渡妈看到女儿的表现 也忍不住同意 但又林却和裁判抗议水 她的速度更快 监控画面也不能做出精准的判决 眼看事情愈演愈烈 民众都闹着要给又林很工吧 电视台也准备将这件事情 闹大破的收拾 记者会上 又林和西渡也是各执一词 面对记者的针对 西渡非常生气滞味 是不是大家都想看到又林获得冠军 她明明也这么容易 难道就应该要去输吗 说完西渡就摘掉金牌 转身离开了 又林也跟了上去 西渡指责又林 这一切都是又林的过错 如果不是又林提出了误法 也不会闹到现在两人都吓不来她 西渡买药的时候 在电视里看到妈妈抱着 说是她夺走了又林的金牌 她以为妈妈也站在又林里面 更加伤心了 走出来之后 西渡才想起自己的手机落在了药店里 她给药店打去电话 但接听电话的却是一诚 一诚一直都在给西渡打电话 帮西渡从药店里拿回了手机 她也指责了西渡 在记者会上的不当发言 西渡委屈的药物 不想听一诚的指教 转身就想离开 一诚就这样默默跟在她身后 她告诉西渡 就算那是一个误牌 但是西渡也受到了伤害 西渡却转身告诉她 那根本就不是误牌 身为选手 他们能清楚地意识到 到底是谁更快 一诚独自找到了裁判 但裁判却拒绝任何财富 教练也指责了西渡和又林 让整个国家都能受了失 还让他们立即离开选手村 在家好好反省 但刚一出村 西渡就看见又林的爸爸来接又林 还不停地安慰又林 而西渡只能自己买票回家 报纸上也全都是偏袒 又林指责西渡的报道 这不由得让西渡更加崩溃 而车上又林爸还在安慰又林 又林其实对父母一直都非常愧疚 因为自己选择了这么烧钱的兴趣 为了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又林才如此执着于获得金牌 爸爸希望又林以后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让他认识到基建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家人 又林却反过说 在他看来 家人就是自己的一切 自从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 西渡就开始害怕别人看自己的眼光 悄悄将帽子拉低了 看到车上的小女孩靠在爸爸环境 西渡非常羡慕 忍不住呼喊着爸爸 但却没有一个宽厚的肩膀给自己依靠 但西渡不知道的是 世界上其实还有人在真心关心着他 一辰没有放弃 甚至跟着裁判来到了机场 裁判都被一辰的坚持给考虑 他问一辰为什么非要知道的真相 一辰说他不希望西渡被误判 他想要还吸渡一个真相 裁判却说悬手在神经紧张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误赢得自己更难 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而另一点 校草正在安慰又林 他知道又林为了获得冠军有多么 无论这次事不是误判 他心中永远的冠军 说着他还拿出了一块自己准备的鸡牌 又林非常感动 西渡不想回家 独自走在马路上 却意外看到了最新的新闻报道 裁判很坚决地维护了自己的判决 认为西渡应该是冠军 而报道的记者一辰也总结束 民众不应该随便怀疑选手 他们的议测会让选手受到不可能力的伤害 看完新闻 隔壁桌的顾客都鼓励了西渡 让西渡感动到痛苦流体 西渡独自来到了班长的命令基地 他正准备听着一辰的磁带入水 没想到保安真是竟锁上了门 西渡只能给一辰打电话就 一辰不知道密码 又叫来了班长和笑草 西渡却看到了一辰和其他女生客下的女子 磁带里还有两人的甜蜜对方 十分吃醋 让他瞬间忘了一辰这么晚还来营救自己 西渡生气地想离开 一辰却追了上来 看到西渡的脸庞还是湿的 一辰就递上了自己的手盘 西渡终于冷静下来 他感谢了一辰的帮自己恢复能力 一辰却嘴硬地说 哪怕不是为了他 自己也会去弄清楚真相 第二天西渡就开始疯狂翻阅学生手册 他想找到那个一辰的前面 结果发现一辰和那个女孩的照片都没有 他只能用排除法开始寻找用力 结果那个女孩的脸却看不清楚 西渡非常失望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失踪 他将自己的不甘心权都写在了一间 而另一边 一辰拿着自己工作后攒下的钱交给债主 虽然不是权豪 但也是证明了他的决心 债主想起之前自己诅咒 一辰不会再幸福了 也是非常的愧疚 连忙拍着一辰的肩膀 安慰他以后一定会获得幸福 一辰又给幼灵妈妈带来了 还给幼灵奶的糖果 面对一辰 幼灵也放下了心情 他告诉一辰 自己不是故意为难西渡 他是真的很在意比赛节目 他也只是想用一份公正的判断 一辰也很理解 还说周末他就要搬回来 让幼灵来帮他搬家 路过的西渡也得知了 一辰要搬回来的消息 就主动提出周末的时候要去办法 结果西渡和幼灵就碰上了 本来说这两个人 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 但两个人都想留下来 就这样被迫一起合作 搬家的时候 西渡发现了一辰和前女友的大合体 大家都猜测 这个人生就是一辰的前女友 没想到幼灵却说 这是和叶辰交往最久的另一个人 听到她的话西渡气得要死 本想出门找一辰算长 却看到一辰被社区的大妈妈为主 看一辰人气这么高的样子 才知道一辰原来老少通吃 西渡就用大条贴当交代用 也算作是一种发现 孝草从一辰的箱子里 找到了一个避利器 觉得好玩的西渡 就将避利器拿了过来 想得孝草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 这时一辰却走了进来 西渡想起自己这时脸一定痛苦 不想让一辰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本想将避利器放下 但手一滑避利器却飞了出去 精准地砸碎了一辰的窗户 玻璃碎了一地 一辰虽然有些无奈 但还是担心西渡受伤 将人从玻璃堆里抱了出来 孝草也伸出手想要一个抱抱 却直接被一辰给无视了 他这么正大光明的偏爱 果然让西渡小路乱撞 一晚上脑海里都是一辰抱自己的画面 但想起一辰的两个情侣 西渡又忍不住生气 这时妈妈回来了 指责西渡在记者会上的口不择言 西渡再次抱走了 生气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杨教练将西渡的金牌交给西渡妈 他表示自己非常理解西渡的分量 因为他当初就是被西渡妈的刚正部罗给伤害到 虽然明知道西渡妈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却还是忍不住伤心 一辰正在火灾现场采访 晚上他就要直播连线报道这起事 他提前做好了笔记 还开了终点房 万无一失的时候 电脑却突然满屏了 没办法这次的报道又失败了 一辰懊恼地在房间里抓过 回到电视台 西渡妈果然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脚 指责他竟然在直播的时候挂断电话 他告诉一辰作为一个记者 应该学会随机应变 稿子不仅要记录下来 还要打印出来 失落的一辰回到家 在门口看到西渡留下的台子 里面还有西渡给他写下的加油纸 看到纸条一辰一整天的域 这才一扫光 而又灵这边也并不好了 又灵妈和其他店主为隔壁的年糕店做了担保 现在年糕店主跑路了 又灵妈和其他店主都要偿还占 又灵妈倒在地上痛苦 她的担保让本部富裕的家庭更加雪山加霜 得知这一切的又灵情绪是否 独自一个人坐在跳水台上留下了一面 随后她一跃而下 在水中痛哭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西渡非常心疼他 回家后 她就跟网友倾诉 屏幕对面的右铃也很难受 两人就约着准备见面 西渡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辰 她好奇地问一辰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 没想到一辰却说他们是债务关系 随后又像红小孩一样带着西渡去买冰淇淋 看到迎面有车时 她又将西渡一把拉到了自己的玩意 随后帮西渡擦去脸上的冰淇淋 西渡还在为刚刚的金具铃接触而心动 一辰却故意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颗大蚝 西渡回家后才发现了这颗纸 生气地来找一辰拼命 她不是为了这颗纸而生气 而是生气 一辰把自己当成小孩一样带来 回到家的一辰还在想自己的玩笑 是不是太多了 又灵终于要和自己聊了三年的网友见面 她特意打扮的套篷内脑 还来找一辰借相机 一辰得知她是去见网友 放心不下 就想陪着又灵一起过来 结果到了约定地 又灵却一眼看到人群中 同样拿着黄玫瑰的戏 她这才知道 原来西渡就是自己网上的好姐妹 她赶紧将花一把塞给了一辰 自己逃到了一边 西渡果然将一辰当成了自己的网友 她以为两人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上去就来了一个大声告白 结果一辰却非常扫兴地说 她并不是西渡的网友 她本想告诉西渡真相 但又灵却在远处考求她不要说说 一辰只能解释说自己是要去裁判 才顺便买了一朵花 西渡想起自己刚刚的告白 又生气又尴尬 转身就跑了 晚上回到家 又灵在网上向西渡道了情 说自己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去分 西渡也只能体贴地回答那些关系 又灵想起西渡之前分享的网友 竟然就是自己了 她忍不住当场射死 这边西渡想起自己白天对一辰的告白 也同样射死 这时窗缝里却掉进来了一枚金牌 西渡妈为自己之前的报道向西渡道了情 她相信这枚金牌是西渡停在自己的努力活动 西渡拿着金牌 终于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一早 又灵就找到了一辰 希望一辰能帮自己隐瞒匿 她还不知道该怎么用糯米糕的身份去面对西渡 但接下来西渡很快就察觉到了又灵的准备 她随口让又灵帮她递东西 要换做以前的又灵 直接理都不会理她 但现在又灵却听她的话 给她递了东西 西渡在又灵的柜子里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漫画 忍不住看了起来 又灵回到了休息室 西渡赶紧解释说 是风吹开了柜子们 所以她才看到了漫画 又灵并没有生气 还让西渡随便看 杨教练知道又灵家的小吃店平面 就召集手下的学员都去帮忙照顾上 西渡见到了又灵妈 没想到又灵妈不仅没有责怪她抢走了又灵的脚尾 还一把抱住了西渡 她知道西渡因为误判事件承受了很多压力 又灵妈心疼感激 让西渡的心里非常柔软 电视台准备做一期亚运会的特辑 逸臣主动提出想要尝试 为了完成特辑 逸臣来到了训练室 叫来了又灵和西渡 他们两人将作为特辑的第一部曲 西渡担心民众看到她和又灵的相处日常 又会挨骂 逸臣却说她对两人非常了解 相信他们俩的互动一定会带来很多看法 她也会将制作好的视频第一时间发给西渡 得到西渡同意后才会播出 随后逸臣又将西渡叫到一边 问西渡为什么昨天晚上见到她在逃跑 西渡非常尴尬 她是因为之前的告白 不知道怎么面对逸臣 听到小女孩这辩论的话 逸臣笑得像一只鼓 她没有回答西渡 只是摸摸她的头 让她自己好好思考 逸臣看到了西渡的成绩单 发现她居然是倒数第三 逸臣不由的有些好笑 而轿草发现自己是倒数第一名 又灵是倒数第二名 不仅不觉得羞愧 还觉得两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非常浪漫 听了她的话 又灵也是无言以为 放学回家后 又灵就发现妈妈给自己买了一广昂贵的手机 又灵非常不理解 明明现在家里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 妈妈为什么还要给自己买这么昂贵的人 妈妈就解释说 她不希望又灵担心家里还有多少钱 她只是希望收到礼物的又灵能够露出笑话 但又灵还是一脸成熟地告诉妈妈 他们首先应面对的是债务问题 而不是想着该如何哄自己高兴 西渡放学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正在焦急寻找电话的逸臣 就将逸臣带回了自己家 看着认真工作的男人 西渡忍不住再次心动 处理完事情 一臣问西渡是否想清楚了两人的关系 还是小女孩心性的西渡却说不出的所有 她觉得两人的关系太复杂了 没有任何一个词语可以定义 看着依旧懵懂的西渡 一臣正想要告白 但这时西渡妈却突然回来 一臣这才知道西渡妈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 西渡妈也非常正经 还问两人是不是在交往 西渡赶紧反驳了 说妈妈的思想太妄宠了 两人根本就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关系 一臣听到西渡的话 还教训她说对妈妈要留学 西渡果然是个小孩子 听到一臣的话很委屈 觉得一臣帮着妈妈来欺负自己 一臣也是非常无奈 她只能提醒这个小女孩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出境 对面可是她的直水少子 事后西渡妈提出让一臣掉权铁的不满 知道了这层关系之后 她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和一臣的相处将会变成非常淡淡 她还提醒一臣要想做好新闻 就要远离新闻人 学校李幼龄正在洗手 却听到了厕所里同学对她的嘲笑 说她不仅家境贫穷 还为了拿到金牌无限西渡 幼龄习惯性的视而不见 没想到西渡却一脚踹开了门 将里面的女同学给拉了出来 将人按在门上 质问他们平手说幼龄的坏话 很快三个人就扭打在一起 幼龄也上前帮西渡 西渡将两个女同学打得心服混合 还掉下谎话以后不能再说幼龄的坏话 出来后幼龄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她告诉了西渡自己就是那么高 说着说着 幼龄就蹲了下来 她真是太惭愧了 以前自己伤心失落的时候 都是西渡安慰自己 而不知情的自己 却还一直用冷漠的话伤害着西渡 西渡没有生气 选择了原谅幼龄 她还让幼龄答应 以后再也不能去跳水 最后两个女孩拉了钩 拥抱在了一起 拍特辑的时候 幼龄不小心玩了脚 西渡立马紧张地飞奔过去关心她 动作甚至比一辰还快 一辰站在一旁看着两人的决动 终于放下心来 运动完两人都大汗淋淋 但训练室只有一个一台风扇 两人就互相牵让着 最后西渡一把将幼龄也拉了钩 两人一起吹着风扇 午饭的时候 两人又坐在一起甜蜜地共享着午餐 而一辰的镜头 也将这一幕诚实地记录下来 回到家后 两人又在网络上说 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说不出来的语言 西渡说她没有因为糯米糕是幼龄而失望 幼龄也说她为亚运会的误判世界而抱歉 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 西渡告诉幼龄 自己早已经释怀了 特别是幼龄妈拥抱了她 让她心里那一丝丝吻屈也都消失了 听了西渡的话 幼龄忍不住看向桌上母亲买给自己的手机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多么温柔 她用母亲买来的手机给母亲打了电话 向母亲道了钱 也告诉母亲她收到这份预纹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母女俩终于解除了误会 拍摄前西渡化好了妆 她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灯光下的一尘 简直整个人都在发光 西渡再次忍不住心动起 这时摄影问西渡的奶边脸更好 西渡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一尘张口就来左边的脸 这让西渡羞涩不冷 导演让西渡和幼龄还原当时决赛的场合 让双方同时进攻 但她却不满一两人的表现 要求两人一遍遍重埋 最后西渡不小心扭伤了脚 得知消息的一尘另一地打破 指责导演的自作主张 导演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收视率 如果收视率不好 一尘能负责任吗 一尘也大声回复说自己愿意负起责任 她又质问导演 如果国家选手受伤了 导演能负得起责任吗 让导演哑口一脸 随后一尘又十分紧张地带西渡去医院 西渡坐在车上还在担心一尘会不会因为自己 导致工作受到影响 一尘也毫不客气地流露出自己的拉起 说如果西渡真的因此受了伤 她也不会放过导演 她的话让西渡感动 这时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西渡就提出下车欣赏彩虹 西渡突然明了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她说两人的关系就像彩虹一样 很漂亮很珍贵 而这时一尘却直接说 他们的关系是爱情 她直接表明了自己对西渡的情谋 这明明是西渡一直都渴望听到的 但真正听到的时候 她却有些迷茫了 因为她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爱 她觉得自己对叶成的情谋 还没有到达爱的那个地面 听到她的话 一尘也并不收起 她知道西渡还是一个猛猛懂得的小姑娘 她只希望自己的告白能让西渡明白 有一个人还爱着她 回到家后的西渡 在自己的日记上诚实地写下了 自己今天的词 隔止一尘和导演起了出动 前辈就劝说一尘 现在毕竟出身社会 还是要懂得人情社会 随后一尘就当着众人的面目 导演道歉 导演在人前假装大度地原谅了一尘 但私底下却直接嘲讽一尘 是一个没有学历的费 公司聚餐的时候 说起学历限制的事情 社长也嘲讽一尘的学历 将她当作玩笑来取暗 一尘憋得双眼通红也没有发作 坐在马路上醒酒的一尘 告诉前面 她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扭转大家对学历的歧视 这边幼灵爸爸又给女儿准备了礼物 是一台昂贵的CD机 幼灵下意识就想说父母浪费钱 但她还是忍住了 开心地接受了礼物 爸妈在看到她的笑容后 果然比喝了蜜还高兴 幼灵其实心里很有压力 只能将这倾诉给校草 校草很高兴幼灵会将心里话说给自己 送幼灵回家的时候 她本想要开口告白 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输出口 两人又在路上遇到了班长 班长说她捡了一点就加剧 想要送到秘密基地 现在已经很晚了 三人的脚步显得那么的清晰可见 正害怕的时候 遇到了偷东西的贼 班长就用校草的身体作为武器扔了出去 将偷东西的贼给撞倒在地 他们将小偷偷走的东西绑给了同学们 但第二天 老师还是知道这件事 试问校草为什么大半夜了还在学校里 还打了校草的屁股 指责她不好好学习 就喜欢搞这些有的没有 班长主动站了出来 说是自己的习题侧忘在了学校 校草陪她来拿 校草对挨打习以为常了 但班长却愤愤不闷 班长晚上会在家坐电台 他向网友倾诉了朋友遇到的不公正的队友 吐槽了学校的暴力和自语运势 逸臣的弟弟一直都是班长的忠实粉丝 第二天逸臣在做特辑的时候 得知幼灵和西渡因为训练没有参加过校外教育 所以他就想趁着最后的时间陪两人一起出去玩一趟 两人听到后都非常高兴 但班长和校草也想跟着去 当天晚上班长就劝说逸臣带上她和校草 这样幼灵和西渡也不会太不担 但逸臣坚决地拒绝了她 班长也没有死心 从第二天开始就每天给逸臣准备了大餐 逸臣本想拒绝 但还是没有抵过食物的幼灵 一连好几天都有美食想要 等到养成了习惯 班长又不准备了 让逸臣非常无奈 最终还是答应了班长的要求 班长将好消息告诉三人 大家围在一起了 到了校外教学的这一天 四个人都精心地打扮了一份 逸臣开着跑车 见到这打扮得像混混一样的四人 嘴上说着简直没眼看 但身体还是诚实的 将他们带到了自己海边的舅舅家 弟弟激动地跟班长打招呼 说他是班长的忠实粉丝 班长得知弟弟还在上厨三 就告诉弟弟 姐姐愿意等他四年 四人兴奋地在海里打闹 觉得不过瘾 又将专心调试相机的逸臣丢进了海里 封完一阵后 逸臣才架起了相机 这时西渡坐在逸臣身边 小声告诉他 虽然错过了校外教学 但这次几人的一起出游 让他更加开心 因为这里有一成的陪带 逸臣也学着他的样子 凑到边敲敲水 一起去买饮料 但这突然地贴近 却让西渡再次行动 三个女孩洗完澡 坐在一起和香蕉牛奶 校草还在为自己 刚刚看到逸臣的身材的正经 忍不住一直围在逸臣身边打转脚 五人一起准备晚饭 但这四个都是没有生活常识的 一成只能自己动手 给他们准备好跑 舅舅还送来了西瓜 一成就将班长偷偷带来的人 餐酒送给了舅舅 饭后大家抱着手机 给家人抱平安 只有西渡简单地发送了条短信 校草打电话给妈妈 挨了一顿骂 因为她对自己得到倒数 低一点感觉都没有 校草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家庭 她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婚了 她跟妈妈住在一起 所以妈妈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 又林也分享出了 自己家的恒心事 因为她的妈妈帮人做 导致本部富裕的家庭更加难过 而西渡却说她很羡慕 又林家的氛围 她的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妈妈从来不在家里提起她 哪怕西渡很思念爸爸 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 班长是几个人中 唯一没有家庭繁忙 但她却觉得自己的人生太过顺利 时常觉得很没有用 但还好有校草这个老校男 陪伴在她的身边 打闹过后 五个人一起坐在海边发呆 或许这就是18岁的夏天 有西瓜 有海滩 有大海 还有五人相互陪伴在一起 回到学校后 校草就在想着该怎么向又林等 而又林却收到通知要重新回去训练 大家一起跑步的时候 都纷纷感叹实在太枯燥了 真想跑出校园玩一玩 而这时 有一个同伴真的跑出了校园 一口气跑到了马路上 西渡等人放心不下 赶紧追了上去 但同伴很快就停了下来 她也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跑出校园 所以今天才这么尝试了一下 逸臣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记者 为了庆祝 她带西渡来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这里是他们一家破产前经常来的 现在再来 总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西渡却安慰她说 虽然逸臣家破产了 但她的亲人都还在身边 还有那么多的怀疑 而西渡自己想要思念父亲 却没有回忆可以品尝 她都快要忘记父亲的声音 逸臣也被她的话安慰了 她告诉西渡 现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也是他们今后可以用来回忆 为了让这一天圆满 西渡又带着逸臣来到文具店 两人一起玩了幸运呱呱咯 但两个人的运气都不太好 直到最后 逸臣才拍出来一个粉红色的铅笔 两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上次看到逸臣用的粉色铅笔 她以为她童心未能 这让会议上的逸臣非常尴尬 但尴尬归尴尬 她还是没有将自己的粉色铅笔 后给藏起 去餐的时候 逸臣看见了西渡妈 贴心地拿来了解酒茶 她感谢西渡妈同意 让西渡参加校外教训 西渡妈随口问逸臣 为什么想成为一名记者 逸臣说 其实她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自己的梦想 哪怕这不是自己的梦想 逸臣也想做好自己手上的光 过好当下的日子 这或许就是她的梦想 西渡妈听了她的话 固有有一些感官 知道逸臣是一个 积极向上的三好亲民 妈妈本来打电话说 马上就要回家 但西渡等了很久也没有 外面下起了 妈妈却依旧不见踪影 电台接到了一起 紧急新闻 西渡妈立马放回衣服 重新上了 担心妈妈的西渡 打了很多通电话 但始终无人接听 今天是爸爸的记忆 西渡冒着大雨 搬来了爸爸生前做的 看到回来的妈妈 西渡十分生气 因为妈妈不守新闻 妈妈坚持着 自己的新闻人员走 西渡也怨恨母亲 当年为了播报新闻 竟然来不及 出席父亲的葬礼 她不知道的是 当年妈妈也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 上司安排了西渡妈 播报新闻 但医院却打来电话 说她的丈夫不行了 西渡妈也是万分纠结 但最终她还是 选择了擦干了眼泪 一丝不苟地 完成了新闻播报 而年幼的西渡 看着新闻上的妈妈 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这些年来 妈妈也是对爸爸的 事情绝好问题 西渡认为妈妈 是想将爸爸彻底活 其实妈妈 何尝不思念自己的丈夫 为了将西渡拉扯长大 她也面临了很多困难 她只有选择将丈夫一往 自身才能足够强大 她也不希望 女人能够体验她 她只希望西渡 不要批判自己的旺子 那可是她这些年 活下去的唯一度 校草要有一场演出 她本想在演唱会上 向幼灵友 但幼灵友训练不能去 只能提前给她送男的花 还到了前 一辰看到了 正在哭泣的西渡 立马上前关心 发生了什么事 西渡说妈妈将爸爸 生前做的语副 全都给扔掉 她怎么也找不到 一辰赶紧将她抱在怀里 一辰知道西渡怨恨妈妈 但她却告诉西渡 自己看到了 正在播报新闻的西渡妈 她反而觉得 那样的西渡妈十分帅气 甚至有一瞬间 她觉得自己也想 成为西渡妈那样的 第二天西渡 正拿出了自己的从前 她要去学习做园子 就像父亲生前那样 幼灵正在参加异地训练 没想到一辰却找上了梦 告诉教练说 自己想要补拍一些镜头 将两人带了出来 让他们可以去看 校草的演唱会 看着心上人 突然出现在台下 校草十分紧张 她叮嘱朋友 一定要好好发挥 但这时朋友 却因为和妮友 吵架临时套口 校草为了演唱会的圆满 只能将一辰 强行拉了上来 看着重新穿上校服的一辰 西渡想起了 录像带领的灵弹 再次心动过 表演结束后 西渡直接冲到后台 将一辰给带走 而校草还站在台上 含情默默地看着幼灵 这时话筒却出现了故障 校草就对着幼灵无声地说出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 幼灵也笑着点了脸 西渡将一辰带到了火火时 她想要一辰重新来一场广播 看着认真帅气的白衣少年 西渡是满脸花痴 天空燃起了烟花 幼灵和校草一起出现在大家面前 宣布了他们交往的事情 西渡很好奇什么叫做喜欢 她问幼灵 幼灵却跟校草对视了眼 只是笑却不回话 五个人站在一起看烟花 西渡很开心 感谢一辰带给了自己难忘的一天 一辰轻轻地用头碰碰她的头 西渡找到了一人学做椅子 却在这里看到了爸爸的椅子 她这才知道 妈妈并没有丢到椅子 而是拿来维修的 最后西渡跟妈妈一起去祭拜了爸爸 西渡将金牌放在墓前 她现在可以成为爸爸的骄傲 西渡妈终于卸下了自己以往的伟装 在丈夫的墓前哭得很伤心 西渡也感受到了妈妈对爸爸的爱 母女俩抱头痛哭 而这一年新闻里一个罪犯穿的花衣服 却引起了一股潮忍 校草自诩是时尚的梦潮 当然率先学了起来 还受到了同龄人的追捕 基建部的同伴想要想要退出 因为他已经感受不到基建的快乐 教练却不认同他 同伴直接退出了训练 教练知道他是因为成绩没有起色而着急 他不忍看着学员放弃 觉得那是懦夫的行为 西渡却说他们这些人天天训练也只会激进 所以放弃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希望教练能够理解同伴 教练让又林去将同伴带回来 没想到又林也站在西渡的这一边 让教练理解同伴 否则他也要放弃训练 于是西渡和又林都逃了今天的训练 上课的时候两人传着纸条 不想肯定对方的做法 没想到校花对两个小女孩之间的行为还吃了醋 在本子上写着又林指令看自己 让又林再次被逗笑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 因为校草引领了一股不正确的潮流 老师就直接给了校草一巴掌 还要继续动手的时候 班长出言阻止了老师 老师却说让班长去报警 没想到耿直的班长就真的报了警 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 校长让涉事的警员都到办公室去谈 面对警察和校长 班长一无一时地说出了 刚刚老师对校草的暴力行为 没想到警察居然也站在老师这边 还说班长身为学生 不能顶撞老师 就算班长举报了老师 他们也没有权利对老师做出什么处 至于是否体罚学生 这也是学校的规点 跟警方没有关系 议臣正好在警局跑新闻 知道了这件事 而此时 社会组的记者也已经找到了班长 想要采访这件事 班长还天真的以为 如果自己将这件事闹到全国民众内心 就可以让老师和校长 包括警方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刚想答应采访 他知道 社会组的同事根本就不是想要伸仗正义 而是想利用班长来获取新闻的卖领 同事其实也是站在了警方和学校的那里 班长想起自己刚刚就要接受采访的行为 不由的一阵后爬 而教练这边也和学员后谈了 他让学员打入全国八强 就同意学员放弃机械 又林和西渡立马答应下 他们会带着同伴一起训练 在秘密基地里 四人一起观看了当时拍下的纪录片 有一种被公开处刑的感觉 纪录片的收视率很好 一辰得到了社长的夸解 一辰下班后遇到了西渡 本想送西渡回家 但分开的时候两人一一不舍 刚走几步西渡就后悔了 赶紧找借口说要去买温暖 又跟了上来 一辰将这一年来西渡的变化都看在眼 他忍不住感慨 西渡的成长真是太明显了 每次见面都有一种让他很无疑心的感觉 他希望能够一直陪在西渡身边 见证他的成长 两人一一不舍地分辨后 一辰突然看见了西渡的前男友 前男友还想找西渡复运 一辰直接就拒绝了 他还让前男友不要去把握西渡 前男友却说他们两人当时分手的原因就是一辰 分手的时候西渡就说 他时常想起一辰 比想起男友的时间更多 所以两人才分了手 听到前男友的话 一辰也表明了西渡的心意 但他不知道两人的谈话都被一旁的西渡给听了进去 同伴在魔鬼训练之后 终于挺进了八强 大家抱在一起恭喜同伴 教练希望同伴继续比赛 冲击四强 但同伴却选择了弃权 他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非常满 教练也遵循了自己之前的承诺 同意学员放弃基建 他也希望学员在今后的生活里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事 班长没有得到警方的支持 他就在自己的电台上公开揭露了老师的行为 这件事很快就被校方知道了 他们让班长写好检讨书 然后在全校面前念出来 还让班长去给老师道歉 但班长却觉得自己没有做错拒绝 宁愿选择主动退学 回家后班长就将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也没有斥责女儿 只是非常心疼女儿 为了维护正义 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班长将自己要退学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校草知道他是为了自己 十分不理解 他将班长带到了天台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非常自责 因为班长那么优秀的 却有一个他这样麻痹的朋友 班长却说自己的人生太无趣了 有校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 才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 眼看校草痛哭失声 班长直接大气地将他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到了退学这天 班长的妈妈大气侧外 走进办公室就开始斥责当初打人的老师 说他根本就不配做老师 还主动拿出了退学的申请案 他让老师必须要道歉 否则就会向家长会举报老师 同学们都依不舍地跟班查到了 班长也是带着校园 告诉大家要好好努力学习 迎接即将来到的高考 班长离开学校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同样要离开的基建式的学员 两人就一起翻出了校门 好像逃学的样子 西渡和又林早就在一旁 为两人准备好的蛋糕和鲜花 看着挂在树上的校服 四人一起开心地笑了出来 可能这就是青春 这样的肆意洒脱 不顾一切 很快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逸臣早早地就送两人到了学校 虽然早知道这两人的成绩没什么看法 但他还是为两人加油补剑 传闻中明年是世界末日 五个人聚在一起讨论那天应该怎么面读 商量来商量去 都觉得应该和家人待在一起 但西渡妈正在电视台加班 西渡回去也没有意思 就留在了秘密基地 逸臣也是孤身夜人 就在即将迎来世界末日的那天 西渡主动吻上了逸臣 没有想象中的热烈 少女的吻总是带着一丝羞索 一丝试探 逸臣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送西渡回家 分别的时候 西渡主动问起逸臣的反应 逸臣却说 相对于这个吻 他更关心西渡的脚也没有长好 回到家后 西渡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或许这就是少女的心事 第二天就是大家一起约好的聚餐的日子 三个女孩在校门口等了校草 校草捧好了自己的妈妈 将家里的车开了出来 这是她刚拿到驾照后的第一次开车 在路上简直看病归宿 身后的司机都纷纷暗暗地催促 又林还在为校草打包股票 一转身才看到校草的脸上已经满是汗水 她太紧张了 甚至害怕地想要将车开回去 听到她的话 三个女孩赶紧牢牢地抓住了扶手 但回到家后 校草却发现车位被人给站住 这样妈妈一回家就会发现她将车开了出去 大家只能陪她一起等车主人摸车 眼看这庭个车就从白天停到了黑夜 校草都放弃了 这是校草看到了自己月的女孩 于是大家就商量着将车直接抬回 这么小一个车 在十几个人的帮助下 终于回到了原来 大家开心地抱成一条 下班后的逸臣遇到了杨教练 杨教练说她要给逸臣一个国家情况 原来三个月后 杨教练就要回归国家队 看逸臣并不惊讶的样子 杨教练还以为江湖上已经没有自己的床 逸臣赶紧安慰她说 杨教练的大名还是如雷段 逸臣趁机询问了杨教练和西渡妈的关系 让教练不由地陷入了 那年她还很年轻 刚获得了金牌出来 却看到了挫博新闻而痛苦的西渡妈 杨教练可怜这个小姑娘 就主动提出让她来采访自己 从此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的西渡妈还不懂得做新闻人 就要远离新闻员这个道理 西渡妈亲自播到了杨教练受惠的新闻 从此之后 两个曾经的好友再也没有联系 杨教练为此就问逸臣 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会怎么做 如果她要播报的对象是西渡 逸臣还能这么淡定吗 杨教练的话让逸臣陷入了沉思 回家后她就看到等在门口的逸臣 西渡不明白逸臣到底是什么态度 明明之前很喜欢自己 但是那个吻逸臣却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现在逸臣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给西渡买了一个包子暖手 又给她戴好了围巾 西渡看到逸臣身上有一个线头 正想凑过去帮她拿掉 逸臣却下意识转过了身子 西渡有些尴尬 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帮她拿到线头 不是想抢吻她 说完就尴尬地跑回了家 她生气地拿出笔记本 本想写满我恨逸臣这久 但下笔的时候却变成了我喜欢逸臣 心情低落的逸臣回家后喝起了闷酒 她趁着酒精打电话给西渡 她说自己之所以会一直逃避逸臣的感情 就是害怕自己会让逸臣失望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通电话却打给了笑草 笑草一脸猛逼地听完了她的真心话 西渡最近的状态很不好 训练的时候经常走神 被杨教练狠狠地责骂了 佑林猜到西渡是因为逸臣 西渡躺在佑林的腿上 告诉佑林自己很后悔当初过来 她害怕会失去逸臣 佑林却安慰她说 既然表白了就不要再后悔 在她看完 只要拥有过就不算是遗憾 青春不就是这样吗 热烈又灿烂 肆意又散脱 逸臣下班的时候 又看到了在等待她的希望 她还是没有过眼 只让西渡好好比赛 西渡却拦住了逸臣 说自己已经做好了 失去逸臣的准备 只是想要逸臣一个答复 但逸臣依旧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了 这次比赛西渡和佑林 都没有进入聚三 但他们也并不期待 毕竟胜负乃冰家常识 但对手却得意洋洋地 找西渡表情 西渡不仅不生气 反而拍了拍对手的肩膀术 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就不要再玩这样的小孩套路 坐在一旁的逸臣 将西渡的表现看在了眼里 她知道西渡已经长大 还没欣慰过一秒的逸臣 就看到西渡和一个年轻男人 谈笑风声 两人还约着一起去喝酒 逸臣看在眼里 十分吃醋 西渡一离开 她就上去留下了一张纸条 说什么喝酒有害健康 逸臣已经吓了我 想起自己刚刚幼稚的行为 又忍不住后悔 想回去将纸条撕毁 西渡已经看见了纸条 她知道这一定是逸臣型 虽然嘴上责怪逸臣的幼稚 但心里却乐开了话 虽然个人赛没有拿到成绩 但是在团体赛里 又林和西渡的表现很出色 团体赛拿下了冠军 西渡在家看着又林和自己的采访 看到他们彼此那么珍惜友谊的样子 忍不住有些害羞 而且逸臣还将他们的友谊 总结得非常猛 她就冒着雪找到了逸臣 感谢她为两人的总结 逸臣也坦白自己这段时间 还下定不了决心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面对西渡 想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但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逸臣还是拒绝了 转头离开了 西渡还在身后苦苦哀求 逸臣不要离开自己 她早已习惯了逸臣陪在自己的身边 接受不了和逸臣分开 哪怕只是暂时呢 听着她的哭诉 逸臣也再也忍不住回身 吻上了少女甘国的嘴唇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2001年 逸臣和西渡手牵手 来到了小火花的面前 告诉了大家两人在一起的事情 班长表示自己真的好受伤 她现在是两对情侣之外 闪闪发光的店更好 大家在一起度过来帮个人 但第二天 又林就听说父亲出车祸 受伤的不是父亲 而是父亲撞到的 对方闹着要让又林爸去做 又林妈就提出要卖掉房子和店铺 去凑钱跟对方和解 又林万分痛苦 但都想给自己和西渡的威力 哪怕在南国也不会去套手 又林找到西渡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为了凑钱 又林打算将自己的国籍 订为俄罗斯籍 只有去俄罗斯 她才能获得更好的待遇 但西渡却担心 如果她这样做 就会背上全国人民的骂名 她知道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下场 但又林也走投无路了 家人就是她的全部 为了不让爸爸去做 又林只能一一步行 孝草知道了这件事 她急忙找到了又林 她不是来劝说又林的 而是鼓励又林 她觉得这样的又林非常勇敢 又林也很感谢她对自己的理解 最后又林又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 父母也尊重了她的选择 又林没有埋怨爸爸 她反而很高兴 因为自己有能力为父母撑起一片天 教练陪又林签订了合约 看到俄罗斯给出了这么优越的条件 教练也放下心来 她鼓励又林到了俄罗斯也要努力训练 打出成绩 一成也见到了又林 但面对又林 她根本说不出什么话 因为又林改变国籍这么重要的事情 将由她来报告 她现在终于明白了之前西渡妈说 做新闻的人要远离新闻园这句话 大家一起给又林举办了观送会 班长妈做了一大桌子餐 又林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她说自己之前以为只有拿到冠军和奖金的时候 才是最幸福的 现在她才明白 有大家的陪伴 她就是最幸福的 西渡等人给又林送上了一本文书 这可以帮助又林紧快适应俄罗斯的事 一成站在门口 听到了大家的欢笑声 却久久不敢走进去 她不知道屋内的几人也正在讨论她怎么还没回调 校草说 只要打开电视 就能够看见一成 果然又林要改变国籍这件事 还是由一成独家播报出来 全国人民的反响也很激烈 西渡看到新闻就愤怒地去之问一成 为什么要由她去揭露又林的伤疤 一成明明知道当时西渡被全国人民骂的时候有功的伤心 她实在不理解一成这次的任务 但一成却无可能 她甚至害怕自己下次报到的就不是西渡 但又林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最后她跟校草告了别 两人不会分手 但又林还是体贴地告诉校草 如果她有了喜欢的人 可以放手去追求幸福 她不会责怪校草 校草却说 自己会努力坚持赚钱 飞去看望又林 又林离开了这天终于还是来了 她忍不住留恋地看着训练室 想起自己在这里和队员们留下的汗水 正陷入回忆的时候 一大堆记者却将这里围了起来 西渡感到后 将又林抱在怀里 轻声安慰她 最后制作了两个假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 西渡则带着又林从后门拖了身 两人躲在狭小的空间里躲避了记者的追求 随后又一起去拍了大头天 西渡带着又林去吃炸酱面的时候 却听到旁边客人的窃窃私语 甚至杂酱店的老板也只把妹卖给西渡 不愿意给又林提供服务 口口声声指责又林是卖银子 又林也丝毫不虚 直接告诉老板 她就算改变了国际 也是靠自己的实力赚钱 就像老板卖面一样 他们都是为了生计而言 两姐妹分开的时候 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最后西渡在机场送别了又林 两人约定好会在明年的决赛上再次见面 而校草还在沉迷于坚持 她疯狂赚钱 以至于忘了今天就是又林出国的日子 原本不敢开车的她也把自己的小车开了飞 终于在又林登记前的最后一刻晚上 她一把将又林抱在那里 还深情地吻了上去 一辰在公交车上就听到其他乘客对又林的讨论 回家的路上又看到隧道里被人投了空气 骂又林是卖国子 心里压力巨大的一辰终于还是终不住 扑倒在地上痛苦 时间来到了2009年 身为新闻主持人的一辰跟国家运动选手西渡临大 她为西渡的比赛加盈 西渡也同样眼泪汪汪地注视着一辰为她加油 说完一辰又祝福了西渡新婚派伴 原来当初一辰因为要报道又林的事情 而跟又林到了亲 没想到又林反而很新闻 这件事情是由一辰来报道的 如果换做是其他人 肯定会添加个人情绪 甚至用她来炒作 一辰提出将事情的真相报复了 这样大家也不至于骂又林骂的证据 但又林却拒绝了 她不希望自己的父母暴露在民众的事里 她宁愿自己忍受辱骂 看着隧道里民众对又林的辱骂 一辰痛哭一声 她一抬头就看到了西渡 一辰也怅悟 因为自己才让又林受到了辱骂 西渡非常心疼地擦去她的眼泪 她为自己那天对一辰的指纹道歉 她也知道世界上的事情 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随后两人一起清洗了油漆 西渡保证以后会跟一辰分享自己的喜悦 还能 让一辰有任何事情也都不要怀疑她 第二天一辰就找到了西渡妈 她想调到别的部门 不想再留在体育 她告诉西渡妈 自己害怕将来有一天要报道西渡的事情 她绝对无法承受 最后她跟西渡妈谈了 她已经跟西渡交往一个月了 西渡妈听说后病不生气 因为西渡的事情就将由她一个人来报道 虽然两个姐妹分隔两个 但她们依旧会通过网络来分享自己的日常终生 又林也开始逐渐熟悉自己的心对人 一辰已经调到了社会 虽然比体育部盲目多了 但她的生活也非常充实 但也就是因为她的盲目 导致两人的温慧她总是迟到 西渡等了一辰很久 手里的爆米花都吃完了 一辰才匆匆赶来 但电影已经结束 一辰止不住地道歉 没想到西渡早就贴心地更换了电影场次 看着贴心的女友 一辰也露出了笑容 又林也逐渐适应了异国的生活 当她突然想家的时候 却见到了孝草 孝草终于攒够了非俄罗斯的机票钱 给了又林一个惊喜 又林非常激动 两人开心地相拥来 工作忙碌的一辰也在努力平衡工作和爱情 她刚做完新年报道 这是她工作的时候发现的 两人一起甜蜜地度过了这个跨面之夜 而班长也终于考上了自己意想中的大学 她跟孝草在大学的校园里重逢了 还给孝草拍摄了很多照片 因为孝草要开始创办自己的服装体态 西渡偶然遇见了在现场播报的男人 一辰看着现场的状况 有一点不忍心 她向前辈倾诉工作上遇到的事情 却被前辈提醒 才发现女友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知道她的心情不好 西渡给她提供了安慰 前辈见状只能先告辞了 赛前杨教练却告诉又林西渡并不想见她 杨教练还以为两人吵架 但其实他们只是想调整自己的状态 让自己以全力以赴的姿态迎接对方 又林和西渡双双进入了决赛 时隔多年 两人终于又要再次决斗 他们都抱着必赢的心态 又林要在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西渡也满载着全国人民的期望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还是西渡获得了胜利 两人都摘下头盔 拥抱在一起 泪流满面 他们既是彼此最好的对手 也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电视机前的观众 无论是谁 都被两人的友谊打工到 西渡刚回到家就接到了一辰的电话 两人开心地约好一起吃晚饭 西渡甚至还交上了妈妈 但一辰却爽约了 西渡妈当然明白 一辰跟她一样 身为一个新闻人 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给对方带来失望 面对妈妈的寻思 西渡还嘴硬地说着不在 但她其实一直在等待一辰的电话 一辰下班后 两人一起去逛街 买了行李箱 约定要一起出去旅渡 但西渡等了很久 也没有等到一辰 直到她看到电视上纽约的新闻 就知道一辰来不了了 果然只等来了一辰抱歉的电话 今天是两人600天的纪念日 一辰又不能陪着西渡 她已经被派去了纽约报道这次事 第二天一辰就打电话告诉西渡 自己要在纽约待一个月 西渡不知道的是 一辰每天面对的都是死亡 她已经身心俱疲了 哪怕是西渡的电话 也不能让她不弃有钱 到了跨年这天 一辰已久待在国外 西渡只能一个人过了这个跨年 这天一辰正式接到了任务 她被分到了纽约分局做特派人 下个月她就要回国处理掉任务事 接到她的电话 西渡也残忍地告诉一辰 自己要为世锦赛做训练 哪怕一辰回来 两人也不能见面 两个月之后 孝草却突然在操场上 看见了自己的人 她忍不住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但没想到眼前就是活生生的女儿 又林跟男友甜蜜相拥 她特地提前回来陪男友 孝草就跟着又林一起见了父母 而一辰还在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拿错 来到机场的时候 西渡已经提前将拿错的行李箱放在前台 一辰将箱子还到了西渡家门口 但却没有敲门 西渡看到箱子赶紧冲了出去 叫出了一辰 这对情侣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 到了不可调节的地位 西渡再也不能从这份爱情里感受到力量 一辰问西渡是否能够接受两个人分手 西渡却回答不了 转身离开 西渡跟几人聚在一起 大家都察觉出了西渡的意义 西渡只能笑着告诉大家 她跟一辰分手 因为一辰接下来将会常驻纽约 说话间西渡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她 来买新手机的时候 西渡想将他们的情侣套餐给接榜养 但店长非要双方都到场 就这样 这对情侣久违地重新坐在了一起 就像面对离婚的难题一样 店长问两人是否都考虑好了 如果签了字 就不能再反悔 但两人最终还是都签下了字 在那个隧道面前 离别的时候一辰告诉西渡 她在纽约每天面对的都是死亡和困难 她的心理压力很大 实在是没有力气去想念西渡 西渡则质问一辰为什么不跟她分享这些 没想到一辰也是为了不让西渡增加烦恼 明明说着是为了西渡考虑 但西渡却并不开心 这或许就是两人分手的原因 他们可以同感 却不能共同 遇到难事 一辰就想着自己解决 自己消化 不愿意分享给西渡 而西渡却想知道一辰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 久而久之 两人之间就产生了隔壁 两人正在争吵的时候 有一辆摩托车驶过 一辰还是下意识地将西渡拉到了一旁 即便是这样 西渡也还是下定了决心要分手 她从小就已经受够了对母亲的本大失望 如果现在男友也是这样 她接受过了 在这个隧道面前 两人终究还是分开了 那天之后 西渡就开始将全身心力放到了训练上面 吃到泪晕倒在地 躺在病床上 她想起自己跟一辰分手时说的那些话 忍不住后悔 但时间没有后悔到 西渡只能将心里话写在日记本上 但这天 日记本却掉在了公交车上 怎么也找不到 一辰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上司的称赞 她现在也可以称作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她将多年前的那个粉色签笔盒给珍藏了起来 这天一辰却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包裹 里面正是西渡遗失的那个笔记 上面记录了西渡18岁到如今的故事 里面全是关于一辰的点点滴滴 看着日记 一辰早已泪流满面 一辰马上就要搬走了 两人都不想留下遗憾 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对方 但他们不是来挽留彼此 只是想做最体面的告别 一辰叮嘱西渡 以后训练的时候要想起 不要受伤了 西渡也让一辰过好自己的生活 两人相拥在一起 留下了伤心的眼泪 时间一晃过去了七年 西渡妈也光如此退休了 接任她的将是新生代的一辰 一辰现在也终于有功 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她告诉西渡妈 她一直都是自己的母校 西渡也要退休了 在这些年的职业生涯 她已经拿到了大王冠 可以不留遗憾的全身而退 班长已经成为了一名鞭头 这天她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除了一辰 四个人又再次聚在了一起 一辰才匆匆赶来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离开了 一辰也从班长这里得知了 其他几个境遇 校草已经有了自己的服装网站 事业蒸蒸日上 幼灵也选择了退 开了一家基建俱乐部 现在很是富裕 班长要离开的时候 遇到了一辰的弟弟 没想到弟弟还记得多年前的日子 她现在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追求单程 随后校草当着学员们的脸 终于求婚了 这对年少时期的情侣终于修成了正乎 西渡再拿下了最后一枚金牌后选择的退 时隔多年 两人再次见面 却是新闻播报的联系 西渡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 有记者问她职业生涯中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西渡说 那就是成为幼灵的对手 而幼灵退役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采访结束后 六灵捧的鲜花走到西渡面前 姐妹俩相拥在一起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漫画店的老板才想起 逸臣曾经留给过西渡一个包裹 她将包裹交给了西渡的女人 里面正是西渡的日记本 西渡拿起自己少女时代的日记 她的脸上满是充满回忆的笑容 她看到了日记的最后逸臣给她的理念 她也恍惚想起了那年白晨宴的少年 虽然两人最终没有在一起 但他们依旧是对方年少时光里最难忘的心